他同时角色也换 下面是这样子的 现在他的一个角色也完全替换了 所以说这个名字非常的重要 当你给他替换名字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替换角色 相同的名字就能更能够生成出一个相似的一个角色 所以名字对于生成一致性的人物来说还是非常重要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第一章和第三章 小女孩的脸头发是差不多的 那么第二个技巧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提示词里面加上角色的外貌和个性 并且每一次都要重复这个描述 那这个就是之前小鱼视频里面有给大家讲过的 创建一致性的人物 每次都必须要提到大眼睛 穿着蓝色的裙子 黑色的皮鞋 那么他就会尽量每次都能跟你生成一样 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 那这我把好奇给他改掉 描绘了一个九岁的小女孩 金黄色的头发 扎着一个高马尾 穿着 好奇远的头发 好奇远的头发